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粗简和预期想的不太一样 怎么说呢 就不好看 节奏太慢了 没关系啊 这部报不了 咱们还有其他的呢 人导演对你还是很认可的 还有合作的机会 是吧 一部戏的成功与失败 决定它的因素有非常的多 不是咱们能控制的很多事情 反正我觉得 你这次的表演 比之前强很多 成了 干杯 来来来来 谢谢 任总 你还不了解自己的独一人体质啊 当初你说行的结果就全哭了 你说不行的呢 结果就大爆了 那说不定咱们这次去能够大火啊 也就是说我的审美跟整个电视剧行业 就反着呗 我是说呀 你有些运气在身上 比如说那个时候 她说救援大作战能让我逆转口碑 但实际上呢 剪辑之后我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是这个行业的一展明端 任总这次这么不看好去 那说不定姐 你能拿个最佳女配呀 她要是这么厉害的话 那我就请全公司出去玩 但是任总买单 我那得好好想想去哪儿了呀 之前我们都去泰国 这次要不然去冰岛吧 我听说今年极光大爆发肯定特别浪漫 慢 慢着吧 公司没有那个闲钱 让你们出去浪漫 来 秦飞 你的合同快到期了啊 这是契约合同 这次呢公司打算给你许一个长一点的 十年 来 你别担心 你放心啊 待遇方面那一定是同行业最高的 而且除了你之前持的那些原始股 我再给你加百分之三 你这么大方的 来 借我看看 夫人 林思琪 你知不知道今天十年什么概念 十年之后我都四十岁了 我倒也不是 姐 永远十八 好 咋必须啊 我觉得啊 你看咱们这五年合作得挺好的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二十年我也敢欠 姐 我看了这个条件可是真的不错呀 等一下 没完呢 公司除了跟你续约之外 还打算拓展业务 我们打算往制作方面蹚一脚 而且第一部大女主的戏铁定就是你 演女一号 走 来 冷宇 剑西 剑潇潇 这不是那个大古装大女主还是武侠 姐 适合你 当然了 肥水怎么能流了外人田呢 而且冷宇的这个角色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而且我跟你说啊 我已经把全部家当就搭在你身上了 你弄的压力这么大 你赌什么你赌我呀 当然 我不赌你赌谁呀 你想想啊 你 你不缺热度 也不缺话题 之前那些谣言咱们给解决了 口碑回来了一点 这次又跟洛晓晓演戏 还训练了表演 磨练了一下自己的能力 所以此时发力那是恰到好处 只不过 这次片酬可能没有那么高 毕竟自己家项目嘛 对吧 但是如果这些要赚钱了 你是可以拿分红的啊 还想什么呀 朋友们 来吧 让咱们三剑何必所向披靡啊 铁公鸡终于拔忙了 姐姐也得走一个吧 来来来来来 你们俩干了我随意 我回去考虑考虑啊 你干了 没干呢 干什么干 接酒量不好 酒量不好才让它干呢 嗯 行了 吃吧 你们俩这点这么多炸鸡胖子 这合同我真是越看越觉得合算 姐你仔细看了没有啊 这虽然片酬不高啊 但是这个剧本我仔细看了 它故事很好 角色也不错 那这西药是爆了 不仅是纷尘 对你日后事业加成也很大 我欠我活动 你比我还是开心 那倒是为你高兴女主啊 其实任总跟我说了 说你生气做活动我也生气了 实行经济 姐 以后咱俩一起努力 财迷 姐医生回来了 咖啡也在啊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 是啊 姐 回来我你家仔细看看啊 我就先走了 你不要去走啊 那我留 不打扰你了 好 行 没事 徒学放开 我弄 那我走了 慢走啊 拜拜 这是哪儿来的小帅哥 什么事啊 这么高兴啊 你姐姐我当女主角了 是吗 我看看 有大女主啊 以防还将额外增持甲方公司 百分之三的股份 人丝气够大方的呀 但 但这是十年的合同啊 你真想好吗 狗妇规模相望 你放心吧 姐大红带字以后 绝对不会把你甩 不是 该说正经的 你要不要再想想 行了 我自己会做决定的 你这剩什么味啊 快去洗澡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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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 行 人家病人家出指名道姓的 让你做这台手术 你知道院里有多少人 盯着这台手术吗 是吗 喂 咖啡 你帮我准备那双红色的高跟鞋 我要配我米色的连衣裙 那当然了 事业是一辈子的追求 是梦想 对吧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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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娱乐星对话 明星林去顶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 明星嘉宾 他是谁呢 没错 就是人见人爱的秦斐 来 先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秦斐 欢迎秦斐啊 怎么了 你在干吗呢 工作呢 陪我看看这个呗 来 那据我所知 在上一部戏当中是扮演了一个 医学生的角色 是 那这个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其实我能够演好这个角色 是要多亏我一位好友 他之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 但因为一些原因 导致他不能够再上手术台了 不过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一直都在努力 为了重新回到手术台上 我想 这就是梦想吧 虽然梦想这个词很遥远 但是 它一直发生在我们身边 我说得真好 我觉得我也非常羡慕我情匪啊 你照常都跟你说吗 为什么拒绝那台手术 为什么院里让你回胸外 你不愿意 我喜欢康复科 你喜欢康复科 那你在干吗 为什么要做手术方案 我 你 你别跟我说你不想回到手术台 你别跟我说你不想回胸外 我知道你想 你比谁都想 你明明做了那么多准备 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了 为什么就不能勇敢踏出一步呢 行之直啊 人都是有欲望的 你看我 我就喜欢漂亮的包包手式鞋子 所以我就要努力工作 实现我的购买欲 你难道就没有欲望吗 你难道就不想升职加薪 不想当教授 不想成为业界大咖 你一定要勇敢踏出这一步 向我学习 为了梦想勇往直前 你的梦想就是鞋子 包包 收拾珠宝 小飞 如果换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选 会怎么做啊 我要是有机会的话 肯定会勇往直前呢 那你能放下现在拥有的一切吗 嗯 没什么不敢的 那你先放开我 你继续去勇往直前 我呢 继续给于哲成准备手术方案去 行 芝芝 你到底有没有听明白我在说什么呀 什么破网啊 来 喝点吧 什么东西啊 安身住眠的 我在网上给你找的方子 这里面有百合红枣酸枣人还有福利 嗯 看什么 手术方案准备怎么样了 我和于哲成还在碰手术方案 接下来我会带他 去模拟一下手术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我那天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是吧 我记得呀 要有欲望勇往直前 记得你还 哎呀 小飞 人嘛 需要接受失败 接受平凡 接受现实 甚至接受成为自己最不喜欢的那个人 我真不理解 到底为什么呀 你不理解的事还多是不是 这样吧 我这么问你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 你可以重新跳舞 你能毫不犹豫地放弃演戏 放弃任司机给你长达十年的合约吗 那里有多少荣誉 多少光鲜亮丽 多少名牌的首饰 包包 珠宝还有衣服 你能养活多少件幸运娱乐 让那些咖啡们都有工作 你能说放弃就放弃了 好 就算你有勇气放弃一切 你真的甘心做一个平凡普通的人吗 每天朝九晚五 早晚高峰几地铁 这些你能做得到吗 离开了这么久 还能回去吗 梦想啊 很有可能 在没有实现的时候 才最美好的 才最美好的 谷装易导 聊一下对女主的构思 晚上七点呢 是香里奈的新闻发布会 别忘记了啊 麻烦前面右转 不对 那个广告的朋友 是在湖冰的左边 是是是是左转 先右转我有事 停车 没事儿别哭 走吧走吧 我走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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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拜拜 拜拜 走吧 拜拜 小心点啊 拜拜 离开了这么久 还能回去了 梦想啊 还有可能 在没有实现的时候 才最美好的 姐 咖啡 回公司 回公司 姐你疯了 咱们后面还有这么多行车 我知道 先回公司 我有时间要找人自己 行吧 那师傅 我们先回新衣 来 怎么了 好好的可以跑过来找我 这怎么办 我心里有个决定 必须马上告诉你 什么决定啊 我不续约了 好好的 支气管 净检结果出来了 左上飞支气管 开口处建一新生物 堵塞管枪了 嗯 那活检病理结果出来了 还没 等出来找你商量 行 知道了 你开车慢点啊 马上电话 我把你给你了 干净 停止指 原总 您怎么 是不是你 什么是不是我呀 你跟我演 我演什么呀 您说清楚 我到底怎么啦 小飞 真不许愿了 而且说想了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跟咖啡怎么说都没用 你说我们这关系啊 从她什么都不适的时候 我就带着她 这么多年了 这为什么呀 她是不是想涨价 行呢 没问题啊 要股份 可以 当老板 只要她说我都答应 陈申是不是 她想挖勤匪 那是什么 华瑜 石星 谁呀 到底 小飞 小飞 明天下班这么早 我本来就已经下班了 你给我打电话那会儿 人司机就在我边上 那 他还好吗 看着不太好 我听他说你拒绝叙悦了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 牵制十年就是卖身气吗 我就拒绝了 我的意思是 本来我就觉得 时间时间太长了 没想到你连约都不虚 你看看这个 这是中坑舞团的竞传手册 这里是舞台 这些是经典剧目 你知道吗 要竞争一个剧目的女主角 可是很激烈很难的 这中坑是你以前带过的舞团吧 曾经是我带过的舞团 现在 已经成为过去的舞团 中坑没了 解散 那个时候我跟我妈大吵了一家 一个人坐着绿皮火车 是王团来火车站接的我 她说欢迎你小飞 以后 中坑就是你的家了 你可以在这里实现你的梦想 成为一个优秀的舞蹈演员 说实话 我当年离开舞团 也没有感觉 看到她们今天解散这么难受 我不能跳舞了 但是我一直觉得 我把我最安全最宝贵的梦想 留在了中坑 我希望她越来越好 我也希望那些小的舞蹈演员们 可以替我实现我未完成的梦想 我只不过现在 我存放梦想的地方不见了 小胖子 你原来问过我 能否接受回到最平凡的生活 我不知道 但是你说 梦想在没有实现的时候最美 我并不曾觉得 你 真的想好吗 你想好以后要做什么呢 没 我没想好 但是我知道 我最不想做什么 我想为我的梦想冒一次险 我 哪怕最后什么都没完成 一无所有也无所谓 反正 我本来也不属于这里 不是吗 先支持 你会支持我的 对吧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支持你 准备 小小羊肉 虾肉 量增添 将鸡肉 好 你怎么来了 第二门以为是谁 晓晓 弄了这么多酒 浪费粮食 陈深 你这马格力特的柠檬放太多了 这么酸你卖给谁啊 蹭酒 还是来看我笑吗 怎么了 你跟晓晓 不是吧 难道真被我猜中了 你不是还跟我说 要带晓晓去见你爸妈吗 我前两天还问晓晓 说你们两个进步飞速呢 有事说事 没事就喝你的酒 我 这个人你认识吗 陈兴集团的李长江 任思琪的金主 你找他干吗 你还要干吗 我不打算跟任思琪许愿 三年以前 我跟李长江签了对赌协议 第一年的利润要到达一千万 之后两年 每年递增百分之三十 连续三年 这叫对赌成功 然后陈兴控股 才会收购咱们兴益 咱们才有资格上市分红 这不是好事吗 完成了是好事 如果完不成的话 公司就得拱手让人 不光公司归人家了 咱们还得陪人家 A轮B轮加一起的融资 几千万 我上哪儿找去 头两年勉勉强强能达标 今年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光靠一人经济这一块 根本就完不成对赌 所以公司才会 转型制作 让你一条大梁 把公司其他的 一人资源全都用上 今年的业绩 才有可能达标 明白吧 这么说吧 就如果完不成对赌 公司就没了 你 我一块赔钱 对 就这样 几千万 五千万 赔给李长江五千万 不光咱俩赔钱啊 外面这些咖啡 所有员工都得下岗 财务 小赵 今年刚生的二胎 全家人指着他吃饭呢 宣传王姐 孩子 先天性糖尿病 每天要都不能停 是 你不拍戏 你能活 别人呢 你让他们怎么办 你妈喜欢开服装店 店面是我找的 供货商也是我找的 贷款担保人 很抱歉 也是我 如果我和星逸死了的话 咱妈的服装店 也得受牵连 小陈 过几年 高中 大学 说不定还得出国 反正就这些 我都说完了 你自己想 你真是想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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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还在想 如果续约了 那就是整整十年 这十年就真的身不由己了 每天睁开眼睛 就全是完成业绩 几百万 几千万 可是我不去约呢 全公司的人 都要跟着我一起喝西北风 我知道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 既要又要还要的好事 可是未来的日子 我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 把那些我原本失去的 想办法找机会找回来 有志气 阴阳怪气 没想到你还挺理想主义的 这年头不爱钱的人 少 你妞 一旦此股权转让协议签订 五年内公司股东勤匪 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股权转让 我们今天的流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谢谢 什么呀 咱再看看下一个 这个 甲方星力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聘请乙方艺人勤匪 作为甲方所属品牌的形象代言人 根据本合同所制作的宣传制品 包括但不限于影视及平面广告 甲方享有的适用期限为五年 你经济约签三年 肖仙收钱签五年啊 那这 如果与陈兴控股集团对赌失败 股东勤匪应按照出资额的五倍 偿还陈兴控股集团必轮融资资金 夫妻 肖菲啊 我知道你不太在乎合同 她没想到你这么不在乎 你是一点儿都不看哪 都怪你个人死气 有用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